文化文化 文化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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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經濟 文化辉業 前面已經把最早的原住民 後來 佛羅人、提加人進來 漢免跟原住民之間的互動等等 甚至於 後來慢慢的1949年前後 有一些以前所謂的外景族群的朋友進到台灣來 那早期這個發展過程裡面 不管是漢人跟女子女之間 或者是漢人裡面的和樂跟客家之間 都有一些族群融合互動而產生的一些歌謠 那我們意思不講就講到1956年代前若這個開始 外景族群到台灣來以後有一種現象 當時有一些歌謠 在之前我們有提過像有一首 我愛歌 會 麻煩阿 麻煩阿 麻煩阿愛你 這個是當時由許遲他作曲的代表台南 他描述台南地方的一個特性 當然藉著一個愛情的故事來講 叫做藍都之夜 那這個藍都之夜後來因為 當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首歌剛好日戰當中 哇 可以說是大街小巷仍然喜歡唱 於是這一首歌後來就經過一個操作的模式 後來從香港那邊有一個電言空中小寫 就把這個旋律改成用華語來發音 而改成叫做台灣小調 台灣小調當然就有點 在歌頌的當時政府的歌證 他對著台灣的治理很圓滿 所以這個台灣小調就從這個 可樂代義的歌謠改成用華語去歌唱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點淺向於用政治的力量 去把它變成用這個國語華語把它加上去 所以他這裡面充滿了一種帶有點隱疾 一定比例程度的這種政治所謂的運作 好了 那這個表示說 這個歌謠從一個語言到另外一個語言的時候 是人為一定是滿融合的在建築裡面 但是我們看整個歷史的發展 這種現象就是說 把這個台語的歌曲 被改成用華語演唱的這種現象 其實在歷史上一直有在發生 一直到了這個大約是在60年代前後 就是當這個國語政策積極在推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學校不能教母語 不管是荷樂圍 鐵甲圍 或者原子民的這些母語 這些是被禁止的 所以當時在恆春有流傳了一個恆春調 也有人稱它為台東調 那這個曲子在當地是非常的豐盛 大家也很喜歡狼狼上課 於是有一個音樂老師 叫做曾慶德 他覺得這個是我們這個恆春地區家鄉的歌謠 不交給下一代很可惜 但是又愛以學校規定是要推動國語 怎麼辦 於是他們把這個旋律保留了 加上這個華語國語的歌詞 描述了一個農村的生活的景況 叫做更隆歌 那這個更隆歌 經過這個老師改編成為國語以後 他也把這個歌拿去投稿 到當時有一個叫做新選歌謠的一個院刊 這個刊物 當時是有一個音樂家叫呂全生他主編的 這個刊物幾乎也是從這個刊物裡面被選出一些好的東西 由呂全生等他們一批人就推薦給 學校當這個 這個課本裡面的歌曲 其中這一首更隆歌 這些委員們包括呂全生 他們就覺得這個不錯 又有台灣恆順地區的 本來這個本土的特性 現在又改成國語來演唱 大家也可以朗朗上課 後來這個歌就推薦到 國民小學的音樂課本裡面 在音樂課本裡面 也有這一首更隆歌 我想大家如果回去問問你的長輩 也許他們在學校有叫我 一年過了 雷又一年 春天過了 是夏天 這樣的一首歌 在前面我們稍微有介紹過 台灣高雅的上映利的時候 稍微介紹過這首歌 那在這裡要講的是說 它跟比較 南都之外被改成台灣小調 這個橫尊調被改成更隆歌 好像這個改變的過程 有一點不大一樣 第一首前面的可能是 比較偏向於政府有介入一些的 這個推動的力量 但是在更隆歌這個時候 後來就變得比較間接 就是說我設的是一個國語推行政策 那你學家不能講這個是老師 也是當然有受到政治的因素影響 那是不是比較間接的 有老師最近去揣摩 最近說覺得我不能教這個母語 所以我改成國語來演唱 好 那到我們這裡還舉另外一個歷史 就是到了這個 國民政府在台灣有一段時間以後 大概在197年代前後吧 就總是有過一陣子了 其中有一首歌被改成叫做苦酒滿杯 苦酒滿杯 這個苦酒滿杯當時是用 這個法語的流行歌曲出來演唱的 但是實際上這個苦酒滿杯 其實是在193年代 就由當時的日治時代的一個 好像是勝利唱片公司出版的一首台語歌 叫做《比鸞的酒杯》 所以這個歌 從這個杯戀的酒杯 比鸞的酒杯 改到苦酒滿杯 又是另外一種不同的狀況 這個時候 當然國語的推行政策 依然在延續 而且慢慢的 這個廣播 或者電視媒體是被射到限制的 那射到限制的時候 很多唱片公司 他就覺得 沒有媒體管道可以 推動他所生產的這些歌謠的話 那這很難賺錢 於是本來很多生產台語歌唱片的公司 就會調整他的一個方向 有人就肩著來做國語過去 或者改變去做國語過去了 但是在這個中間有人就發現 在電視上你就聽不到台語歌 有很少 很少的機會 那怎麼辦 他上一人靈機一動 他覺得在日治時代有一首歌 B一輪的酒杯 又是很受喜歡 不只請人把它改成國語過去 改成國語過去以後就可以上電視了 就余迴一下轉個彎 用這種方式改成了苦酒碼杯 那苦酒碼杯當時這個田池的 甚至是在當時的這個華語歌曲面 很有名的一個作者家 好 那我們從日治時代的B一輪酒杯 到苦酒的板杯這個過程 其實又是間接再間接 就是變成生意人的一個舉動 但是他當然也是在政策的約勢之下 窮著變變著痛的另外一種方法 前面的藍獨之夜或者恆春調 我們之前稍微有介紹 所以這裡從這個B一輪的酒杯來認識一下 1930年代的這個B一輪的酒杯 當時的作詞者陳達如 作曲者是姚戰斧 我們先把歌詞來 大家來熟悉一下 唸一下 白朗彭杯 鬆懷的合歡 倫彭酒杯 慈慘的慳 世間幾月 親像倫這款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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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呦 哎呦 哎呦 愛是莫歇 咗朝煩 à呦 咗朝煩 致貪自分 看法料動搓 吞 黑朗彭酒 看法料動搓 哎呦哎呦 想知道倫為什麼問題 大到酒氣 迷日 頂頂紅 目的不是貪到燒酒香 看破世情一切像面膜 哎呦哎呦 還有還有 《蝶奇參仙倫郎》 蝶奇參仙倫郎 這個是當時也是很受歡迎的一首歌 陳達仁之前我們多多少少介紹過他 實在是在台灣歌謠這個創作史上 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 從日式時代一直創作到戰後 他的一直就是有好的作品出現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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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去你来核对一下用这个话语写的歌词 这个就不念了 大家都看得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的这个政策上有很多的这个监督跟限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太红的东西往往都会被禁掉 怕引起一些这个糾纵不必要的这个力量产生 所以这个歌曲当时曾经以系的印象中是好像有被禁唱过 不过我们来讲这个姚战福啊 这姚战福就是这个旋律从台语流行歌曲跑到国语流行歌曲的时候 同样是这个姚战福的旋律 姚战福其实他在自治时代他其实是一个传教士 他家庭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长老教会的 所以他从小大概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有学了一些唱歌音乐的基本道理 还有学谈了一些钱 后来他是由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学校培养 后来有出国去读书 好像到香港的圣经书院去读书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圣经书院这种以前教会学校所毕业的 没有办法获取政府教育部的认定的一个这个文凭 所以他一直就没有得到大学毕业的文凭 但是曾经在自治时代的时候 当那个时候日本人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 他也被派到中国沿海地方去做翻译官 他被派出去当兵了 后来他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马的小姐 后来结婚了 把她带回来台湾 带回来台湾以后 当时后来国民政府在领导台湾的时候 因为后来限制了台语 所以他的歌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了 当时他为了能够继续生存 因为他音乐的基础还不错 就利用他有的能力就到音乐补习班去教人家 认识音乐 认识歌谣 后来在台北 因为后来就生了小孩好像还蛮多的 于是他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养那么多小孩 后来台中这边有一个朋友 电台的朋友 跟他说好吧 到台东来工作 你就可以当社葬员 你的认识 帮台东的电台去做社葬员 到台中的时候他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听说那时候去台中郊外公墓 公墓的地方 荒郊野外去盖个草屋在那边住 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全部带到台中来 有几个就让他住在 就送到台北的育幼院之类的 有的年纪稍微大一点 就先让他去当兵吧 就以前有那个什么育校什么那个 就去吃国家的饭了 那他带了零行几个小孩到台中去 他太太因为在香港长大那时候 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有学过英文还不错的 基础还不错的 所以当时有清泉 台中的清泉岗有美军自杂在那边 所以他太太就到美军里面去帮人家洗衣服 整理这个服饰的东西 就这样子过着 他比较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什么 有一天这个姚战斐去向在台北 他去向一个朋友也是音乐界朋友 要借50块 那这个朋友说你借50块做什么 50块不能做什么 当然那50块比现在来讲是大了一点 他说你借50块要做什么 我借50块就好了 因为借太多我以后没办法还 那你到底50块要做什么 他说我的脚踏车的轮胎破得动 没气了 想要去补 以前那个脚踏轮胎内胎破掉 大家还能节省还要补胎 然后还继续在用 他就说他要去补胎 他说你怎么有脚踏车 他说我每次从台中来台北教 音乐教师教人家上课 教书都是骑脚踏车来的 从台中骑脚车骑到台北去 这样子 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样台中台北骑脚车这样奔跑 后来吐血死掉了 这个要战斧 真的还蛮可怜的 他过世的时候也没钱去安葬 后来就教会帮他出钱 大家募款帮他安葬 所以他也算是当这个时代 政治的朝代改叛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语言 用他的所学的 他又因为文凭上不认定 所以就很难生存 就这样伤失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音乐创作的人才 姚战斧 好那讲到这个歌谣里面用到不同的语言 这里也有一首歌 不过这个歌大概我在1980年代吧 80年代的时候写的 屏东是我们的家 这首歌我要讲的是里面巧妙地应用到一些不同的语言 有用到华语国语的句子 然后再结合回来台语的押韵 其中还有一句是 就屏东 屏东这个 两个字 我用了四个语言 屏东是国语法语 屏东是台语 那客家话叫做屏东 屏东 那个当地的原子民的话叫做阿狗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也结合到里面去 等一下 这个哼唱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我们先把这个歌词念一下 这个我用了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跟景观 它的特色把它结合起来 变成这首歌 好 我们念一下 一边山 三边海 六山风 吹楼来 参横千处郎实在 米雷雄土 冰冬好所在 冰冬 这里改成是华语的 冰冬是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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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冬是我们心中的家 冰冬啊 冰冬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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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洞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希望拥有一个家 屏洞是我们的道 和我们温情亲个高 屏洞是屏洞 屏洞是高 屏洞是屏洞是我们的家 在最后让我们温情亲个高 落了一个字 深厚的厚 这个曲子其实他当时是 为什么会去写这个歌 其实我平常也经常会到屏洞县 就恒春地区去做田野调查 当然在那边采集的过程 有时候有所感觉会写一首歌 但是不是写屏洞、屏洞、屏洞 就其他的我会写过 像说有一个文学家就是宋卓来 他有写一首《哪是高映春》 像我有一天都有 我都把它诗改编成歌词 但是这个屏洞、屏洞、屏洞其实是 当时的县长施贞昌来拜托我写的 当时他有一天就是 他找我的那一天的前一天刚好我在台北 以前现在叫做二十八公园 以前叫做植物园 在那边办了一个等于是 我记得是1992年 1992年就是我把它设定说 1932年开始有第一首《桃花汽雪记》出现 第一首台湾的作家写的 而透过商业机制在电影的结合 然后在销售唱片 就是《桃花汽雪记》 从那个算起到1992年刚好六十年 我带我的乐团到台湾各地去巡谋演唱 就是纪念台湾流行歌曲六十年 六十多年 最后一场就在新公园 那时候叫新公园的音乐台里面演出 那一天因为吓得萌萌鱼 那个气氛就很感人 而且我做了一些铜雕 作为一个纪念的铜雕 送给早期每一个作家 因为那时候政府不太关心这些事情 那我们乐团自己去做一个铜雕 送给那些早期的作家 他们演出来领奖的时候 我们就演奏他的音乐 表示对他们的表扬 那个气氛真的是还还蛮感人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首歌 每日是黏着你这人 没在堂上去 忘你找鬼 这个作词者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带的氧气筒 那个护士特别把他推到那个地方 他说我这一生快要结束了 有人有检讨师他们弄这个东西 要送给我一个奖牌 我一定要自己去领 所以请那个护士把他推到那个现场来 就那个气氛再加上毛毛雨的情景之下 我就跟大众说 既然来听这个台湾这个乡土温暖的歌谣 不要因为下了小雨 你就每一个人都要撑上 那后面都看不到了 于是大家真的都说起来 就在毛毛雨的下着毛雨之间 大家一边听个音乐 一边感受那个非常温兴 温暖的一个氛围在里面 结果那一当天晚上就是 当时的屏东县长施生昌 他的妈妈跟他太太有去看 看了回去以后跟他讲说 我们今天听那个音乐会怎么样怎么样 明起那个施县长他想要写屏东的歌 所以隔天一大早大概是八点左右 他就打电话到我家 其实我跟他不认识 他不晓得去哪里找到我的电话 他说我是庚头館长 他说他是光头 因为初春堂没有头发 他说也是庚头館长 庚头館长是谁 他说冰冬 瘦精胸 瘦庚头 他是幽默的人 后来就讲 他说现场有什么事吗 他说这样子好了 既然联络上了不止早上 你一定还没有吃早餐 就到圆山饭店来吃个早餐 我们聊一下吧 好了 他拜托我就去了 原来他说希望我帮他写一首屏东的歌 他想要把它当成现歌 他说我知道你经常去恒春 屏东一带 做田野调查 一定因为你认识得很深刻 而且有感情 我说可以写了 但是我不敢说可以马上就变成现歌 这样我觉得不太恰当 我的建议是说我帮你写一首歌 因为我本来也常去那边 也有所感 我来写一首歌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拿去用的话 就给大家唱看看 如果大家唱得都还不错的 自然形成好像现的歌 你只有一开始就讲说这个是现歌 好像就比较人家就有一点心理有 也许是抗拒 也许没有办法马上接受 所以经过一个抛拒以后 后来还是照我的那个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 据我所知道 那个时候司宪县长 他要经过那个县议会通过 县议会那时候刚好不同党的 因为石正昌是民进党 县议会大多数是国民党的议员 就不让他通过 就不让他通过 后来还好 就是有一些记者 好像包括中国时报聯合报的记者 就跟那个议员讲说 你们这样不对 人家他也不是写这个东西跟政治无关 而且是专家学者来写的 那你不让他通过 好像你就否认那个专家来写这个东西 他们就找了几个字 好像就有意见这样 后来记者反后是帮 我不认识了 就帮我诠释给他们听 后来好像就没有意义了 就通过 有经过这个过程 后来就在当地真的还蛮多人在唱的 有一次我已经过了几年了以后 我去当地 他那个地方有一些鱼温就是飼养很多淡水鱼的 我去做采访就有 因为要采访一首叫屎鱼歌 就去请教他们 后来他们说 有人就跟那个老先生介绍说 这个人就是一面三面三面那些 他在说我也要唱 老先生七十几岁 他说我唱给你听 他就这一面三面 没想到当地人真的会唱的 还有一些客家村他们把它改成客家法去唱 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也是正好我的期待 就是说写的歌希望是活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可以真的有生命在演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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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